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 HK,又是我阿俊 今天要在 Gundam Baker 裡面試的就是創建燃燒高達 這部機器之前我玩故事模式都用過,但真正展示給大家看就第一次 我們看看它有什麼部件 首先就是頭部,它沒有頭部機關炮,以及它的攻擊模式只是用拳法 我覺得格鬥不太適合它,而且不會裝備射擊武器 接著到它的身體,它的EX技有次元霸王流極意 到手,就有這個選擇技,次元霸王流拳法 以及EX技,次元霸王流疾風拳 腳方面就有次元霸王流拳法 以及次元霸王流勝槍踢這一招EX技 究竟腳和手的選擇有什麼分別呢?之前試過是一樣的 背包,就只有一塊東西,沒有任何附加武裝,其他奇怪的東西 以及看上去都不像背包 總之一塊東西,就像書包一樣掛在這裡 這部機器可以很快看完,因為沒有盾牌 沒有激光劍又或者是射擊武器 技能方面,我就用了拳法的全力爆擊 接著EX技就是它自己自帶,次元霸王流的招式 這個爆發技,為什麼我用了兩支爆發? 因為這部機器有RG系統,就說有很多粒子在它裡面 我覺得兩支爆發會適合它一點,用起來 選擇技就是這兩招,次元霸王流拳法 不過都好像我剛才說的一樣,其實兩招是一樣的 那我們轉個圈去看看這部機器 當它爆發的時候,背包就會有一個火焰噴射出來 還有大家會留意它透明件的位置,就是RG系統的地方 就會不同造色的 爆發的時候就是這樣 其實我也很想保持爆發,但是是不可能的事 我盡量爆發幾次給大家看 現在我們出去試一試武器 看看出擊畫面 又真的挺帥的 可惜它就沒有神木世界的模式 即是在肩膊上有神木兩隻字的模式 如果有就更好 可以開始了,我們首先試一試技能 interaction 又是有效 一招是不斷滑一下,其實也很快的 我們先試另一招 大家看到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找多隻來玩一下 所以說其實兩招有點重複,如果有些分別我覺得會更好 有隊長機出來了 拳法就視乎大家的裝備有什麼不同,因為每一款拳頭都有些分別 全力爆擊存到,不過不用 嘩,好傷 所以這部機,如果玩到爆擊後高難度就不太好用,因為招數太少 這樣不行 很危險 走啊,回血 我們有這個,次元霸王流疾風拳 出不出道 出道,但是打不中目標 次元霸王流勝槍踢 踢飛了一隻 唉唷,不停在響 所以說這部機為什麼平時這麼少用呢? 隔斗機因為沒有這個遠距離攻擊,真的差一點 老實說 好,起碼招都比別人少一點 而且他的X技真的太近距離,還要儲蓄 好,我們打剩一隻 不過拳法來說,他儲蓄這X技是快的 叫做一些安慰的地方 好,我們出了爆黃流疾風拳 好,我們出了爆黃流疾風拳 看見我們就好像爆發了一樣,頭上就有了個光環 還有飛的時候就會有翼狀噴射 我出了EX技被打停,是不是有點過份呢? 那就唯有用我的拳法打 所以如果玩這部機是一個挺累的事情 最後就是大家一定要升勁 先避開,又沒有血了 好,再打一個,我這次要用聖槍踢一下 預言了 吃完爆黃流,聖槍踢 喂,出了了,沒有反應 不要緊,我們有的節時間再出 現在爆發 爆發的時候當然會有光環附體 作為主角有光環附身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激倒破壞 兩次爆發 傻子來的,自己衝過來給我打也有 等他下來 先讓他下來 扯完爆黃流,疾風拳 有隻雞飛出來的,像不像聖鬥士星矢的鳳翼天長 不一樣 真無者還堂無 兩部勁機來的,我們要小心一點 避一避,再來 喂,你 你幹嘛走 你作為一個武士,你走是不是很不應該 我告訴你,你要切複謝罪 先回血 神經病,多多血都不夠用 喂,他那招很厲害 好,撿回背包 用一些單丁的來打 爆你 不行,爆不到 真可憐 真可憐 我們連被小兔打 都夠超多血 好,撿了一隻 撿了一隻 回血 貼完爆黃流,疾風拳 但是不中 哇,逃啊逃啊 先撿回頭 嘩 咦,我們可以爆氣了 兩隻爆發 這麼多人在這裡就適合了 耶,開心 老實說,試了這麼久 他這兩招EX技是需要起敵人 有非常大的空檔才可以用到 如果不是 就很難用了 嘩,正 極度破壞 殺到一隻了 我夠力,機態 現在非常混亂 我先找一隻BOSS 沒有血力差 超難打 好 所以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炮擊型的機器 首先我們要打到它停下來 撞 不散,不散,刺完爆黃流,疾風拳 被人打停 刺完爆黃流,勝槍踢 嘩 嘩,這一下吃得認了 終於 終於有一下吃得認了 用這個次元爆黃流拳法了結它 嘩,它好像散光了 散光了 是不是 對不對 都在玩高難度的時候 其實這些格鬥機 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我們沿了一部機 沒理由裝盾 對不對 疾風拳又錯過了 因為剛才太混亂了 看不到好的時機去出招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它快要死了 差幾下而已 好 完成 再爆一下給大家看 這一下 刺完爆黃流 勝槍踢 終於試完這部創建燃燒高達 你說它好不好用 如果 在未爆機前 我們最多玩黑難度的話 它還是夠打的 只不過DX技比較容易錯過 因為準備動作大 就有空檔 還有有機會被人打停 但是當你爆機後 玩再高難度一些 敵方的攻擊力太強的關係 這部機的EX技就真的用不著了 因為你一出的時候 只要被人打停就用不到 而當我們在這麼高難度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技能可以一對一的 這部機好看 是挺好看的 但如果實際用下去 我覺得就一般了 這次的試用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好